鱼的精神 马卡路 放短的开箱 还有开箱的中心呢就是这个 从苏巴 韩式秘制烤鸡腿 入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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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酸 入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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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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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现在几乎就是没有人 因为就是我姐姐跟我弟弟都出去工作 就只是我一个人在家 这个是之前就是在法国买回来的 马卡龙 Macaroon 然后我就想说因为Macaroon很甜 就是吃Macaroon一定要配茶 这个是TWG的茶 我还多泡了一个咖啡 我现在要来就是开箱我的包裹 然后最近就收到一些就是PR gift 我就存了好几个就想说就现在跟大家就是一起做一个短短的开箱 OK现在第一个要开的东西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是什么呢 哇 哇 哇 是一个小包包 哇很美耶 很漂亮 哇 给你们看这条项链是他们最新的collection 超美的 超美的 它就是有那种就是很欧美外女生会戴的项链 超美的 接下来要开箱的东西呢就是这个 from super 这个是我跟我的朋友就是合作的一个小小品牌 哇 里面呢这个就是那个 super bangles 然后这里里面就有几包就是protein cookies from x megami 然后里面还有附送一张这个personal training class 对 然后下面那个应该是protein powder 这个就是angle weights 然后这个东西呢是你可以带在你的脚环上 你可以带在你的手 然后它是有重量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两炮 它有一炮跟两炮 就你把它带在你的身上 你把它带在你的手这样子 呃 就对 就这样 这样把这个东西就带在你的手上 或者你可以带在你的脚 然后你就带着它去跑步去做运动 就比如讲你可以做一些运动 就很像是yoga pilates cycling call training home workout boxing yogging 就是那些不太激烈的运动 你们都可以带着它 然后它就会增加就是重量 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奔 呃 更多的calories 这个很美啊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我还有一个是粉红色的 这个是tiffany blue 就这样 我会把那个link就是放在我的 就是我的youtube的discretion box下面 如果你们要去看这个东西的话 你们就可以到我的discretion box那边去看 ok thank you super thank you ryan yo大家 现在是晚上差不多7点半 然后我现在要就是煮晚餐给我弟弟 还有弟弟的女朋友吃 其实我已经吃饱了的 然后我刚刚忘记拍 因为其实就是在家里很闷 我其实本身就是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煮饭的 然后给大家看 今天晚上呢 就 我想要 就是这个是我腌制好了的鸡胸肉 现在我就要放去oven去bake 我大概要bake一个差不多半个小时到40分钟 bake了这个鸡肉 然后过后我就要就是煮一个意大利面 这个鸡胸肉我已经是腌制了差不多一天 一天多的时间 所以它应该是很入味 因为我没有那个盐 我刚刚放进来我的心价 所以我就放一点酱油 它的那个猪肉味太过重 因为我没有胡椒粉 所以我放这个黑椒酱 在shopee买的 像这一样的那种 我都没有在买好的里面 他就会有 spaghetti 所以就能切成压房 就是小吃 对面切成的 如果我们需要用这种牛肉 一个两个 就能切成的 不太好了 就在煮有太多小吃 就很像这个小吃 我现在想起这些这个小吃 令人醬汁 將軍湯煮出 切成炒冷卻 牛油 蒜蓉 最新的材料 浸泡 这样不要好玩 好烂哦 好丑哦 我的韩式秘制烤鸡腿 烤好啦 因为我第一次烤这个鸡腿 我不知道这个鸡腿它就有一点大 我就是担心它的外面熟 然后它里面不熟 所以在我还没有给我弟弟 还有弟弟的女朋友吃之前 我先来试试看 嫩嫩的 我把它盖在这边 这样我自己才不会看到 我预备 嗨 guys 我煮好我的晚餐了 给大家看 这个 酒杯意大利面 然后我煮了两盘 香喷喷的意大利面 虽然它们的外向不是很好看 可是我觉得它们的味道应该是蛮不错的 好脆 好好吃呢 超好吃的 嗨 大家早安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半 然后我就跟Giddy约了去DESAPA跑步 你们看外面现在还暗暗的 我们来吃早餐 我们点了一个Morning BB Morning BB就是要跟BB一起吃 快点来介绍下我们的Morning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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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Morning BB呢 有那个面包 有 Sausage 然后有 羊 然后 直接是 Spinach 还有两颗 Sunny Side Up 还有这个 Avocado Morning BB B 在這邊試這個香水刺了很多的味道 然後這裡全部都是 嗨 guys 我現在在做FINAL的TOUCH UP補妝 然後因為今天晚上呢 我就要跟弟弟還有弟弟的女朋友 一起去慶祝我弟弟女朋友的生日 然後我就訂了一家餐廳 它是一家聽說CP值非常高的日本餐 這一個好像是我第一次訂OMAKASE 對 因為我想要帶我弟弟還有弟弟的女朋友 去體驗一下那個OMAKASE 因為其實我吃過OMAKASE也大概有四五次 可是四五次呢都是一些品牌活動邀請我去 或者是一些PR的event 叫我們帶我們去吃OMAKASE 都不是我給錢的 因為我覺得可能之前就是我還在上學 然後我也沒有特別的日子 我也就是吃比較好一點 然後今天晚上是Nicole的生日 然後我也是非常愛我弟弟的女朋友 就我知道她是很喜歡就是 她很會appreciate生魚片 就是吃比較生的東西 所以我就決定大家去吃OMAKASE 然後今天我們晚上訂的這一家餐廳呢 其實就是在一個月前就要訂了 然後我呢就是前幾天我就是一直打電話去 一直打電話去 我就問他們到底有沒有位置這樣子 會不會就是有reservation是cancel了 然後呀 然後就是這麼巧就是在前兩天 他們就打電話給我說剛好有cancelation 就可以把今天的這個位置留給我 所以我就很開心我就跟我弟弟講 你一定要就是把這個時間留給我 本來她是要跟Nicole兩個人一起去的 就是今晚他們兩個人是一起要去親族的 可是又是我做的電燈泡二姐 就是我這個電燈泡二姐 就是我這個電燈泡二姐就是 每次很喜歡 摻一腳進去 對 其實我平時是很吝嗇的 就是我不會隨便亂亂花錢 然後我覺得 但我覺得呢就是讓我最捨得花錢的地方呢 就是花在給我身邊的人 還有就是我的team 對 嗯 對 喔 Anyway這個就是我今天晚上用的口紅 這個口紅是208 Amani Beauty 然後這個是中間我就放這個 Christian Dior的 這個Dior的色號是999 這個 就我這個放外層打底 然後這個放中間 我覺得很很好 很好看 And 然後剛剛我就用了這個窩蠶筆 這個窩蠶筆呢 是from Sephora 它其實是eyeliner來的 可是我就把它當下眼線的窩蠶這樣子用 我給你們看一下我今天晚上的outfit 今天的頭髮呢 我就是夾直 過後我的眼睛就是我的那個 嗯 我放了一個就是比較orange color的那個眼影 And 我的口紅也是比較橘色的 過後我今天帶的耳環呢 是來自Sorosky 它是珍珠的 這個是我在2020年就是拍他們 Christmas collection 他們送給我的 然後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些衣服呢 超美的我超喜歡 這是一個本地的品牌 叫做Kittyy collection 給你們看它的背面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你自己綁的 所以是不管你是S size M size L size你們都能穿 然後 褲子呢就是來自 另外一個本地品牌 叫做Fondus 嗯 他們的褲子的cutting也是蠻美的 OK 這一雙是我的新鞋 嗯 這雙新鞋是在ZARA買的 我真的很喜歡 我覺得它好好看 然後 它又不會很高 又剛剛好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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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魚的金子 這個是魚的金子耶 3月到4月才有的 剛好是他們的繁殖季節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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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5,1 5,1 好像五泥香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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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5,3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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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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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要一起吃才有不一样 这个是虾,外面包着,一种是饼鸡 不是米粉而已 最后一个寿司 没有 Happy birthday to you 最后一个黑芝麻雪糕 这个是我的pepermine tea 我弟弟有点奇怪啦,可是我们两个是ok的 哈哈哈 我已经回到家啦 然后我觉得这整个experience还蛮值得的 因为我感觉我弟弟跟他的girlfriend都吃到很开心 因为他们很开心 所以我很开心 Hanaya的omakase呢,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物超所值 因为他们的sushi 肉的 portion真的很大 他的饭的 portion的比例大概是四分之一而已 然后就是他们给的每一道sushi的料都很多 然后我弟弟一直以为就是我们去吃这个omakase 他会吃不饱 然后他已经准备要去吃soupper了 可是没有想到到最后的时候 他弟弟就跟我讲 哇二姐很饱耶 然后我听到我弟弟就是吃到还蛮开心 我也很开心 我觉得life is all about experience 如果真的是有机会或者有能力 在special occasion的时候 真的是可以带自己家人去试试看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so far 这整个experience呢 我觉得还蛮爽的 然后呀,就期待下一次 还有机会再去吃omakase 呀,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我要去卸妆睡觉啦 大家晚安 点一下 这边的有些人 这个东西 那边的最后 我现在就以为 就直接吃了 坐到这边 这边的人 咱们